各位觀眾,上次我們試了Ducati V2 經過幾個月,兩個月日,今天直接競爭了 車子長大了,我們直接試他們的V4 今天所試的版本是V4S 這台車它的最大馬力,我記得沒錯大概214匹左右 然後呢,它的車重,前陣子有人介紹過 它在所有的重機裡面的車輛馬力,重量馬力比 是一個非常瘋狂,失重不到200公斤 那它的馬力竟然超過它的重量 所以它一公斤基本上就有分配到超過一匹的馬力來推動這台車 那當然上次我們試過V2的時候 就很讚嘆它的電控系統,真的非常棒 還有包括它的整體操作界面的手感和腳感 打擋感的部分就很像是有一個ASOBI一樣 就是有一個空間,踩下去軟軟的,勾起來也是軟軟的 並不會有那種中間有間隙啊 然後沒辦法打起來會卡卡卡的感覺 這一點是讓我覺得非常驚豔,非常舒服 再來是它的整體騎乘幾何的部分,設定的非常的好 如果以我自己的10R或我過去騎10R 以及日系跑車的體感來說 我覺得日系跑車總是設定的沒有這麼熱血 同時呢,有可能它在你調整之後 變得熱血之後會變得不好氣 也不是說不好氣,應該說人會比較容易疲憊 但是這種歐系的車我覺得我試過許多 例如KTM,凱旋的Striple 再加上今天Ducati 他們都巧妙的利用人的坐姿幾何做旋轉 那我們今天沒有掛70C,沒差 我們今天看影片就好 那今天的車又不同於V2 我覺得V2可以很快上手 因為它的動力並沒有那麼大 但是今天這個 畢竟它是現在的跑車裡面最頂尖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小心的應對 你看看它的紅線 一萬五千轉 然後它的Olinx是電子式的 會自動調整 騎乘幾何喔 就像我剛才講的 非常舒服的一個騎乘幾何 雖然呢 拍騎照片就像我上次拍到的一樣 哇,那感覺好像很熱血 但事實上其實 坐在上面 我覺得這騎起來比我的Striple還要來的更加舒適 好,現在在低轉的部分 低轉的情況下 還蠻順暢的 它的引擎蠻順暢的 油門的反應是蠻直接 而且是順暢的 引擎煞車 我不知道他們現在設定的是怎麼樣 但是引擎煞車是 感覺是很滑順 並沒有什麼拉住的感覺 它的車體寬度 我的感覺 它是比起這個V2來的更加寬一些 我的體感的坐姿 其實好像是 比接車在熱血一點 但事實上其實 最高照的整體的凶惡度 會大於我的體感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他們厲害的點 它有效的可以到騎士 騎起來這台車 叫不這麼疲憊 我覺得這點是非常加分的 尤其是你騎到最後幾節的時候 那當然它的電控系統 就是之前那套非常完善的電控系統 它是一台公正型的車 我現在光做一些微微的傾倒 我就可以感受到 它傾倒的靈活度 感覺很像是600 但是它不同於這種600的原廠設定值 或者是上次我們騎的V2 它少了一些多餘的作動 因為過去上一次我們騎V2的時候 我覺得它在警方的操架上面 你會覺得它有多一些晃動 那晃動會讓你在很緊繃推的時候 或失誤的時候 你會有一點點不安 當然那個其實倒就出另外一種 這個緩衝空間 哇喔 好俐落喔 我的老天爺啊 好我們還是讓人來暖一下喔 先盡量走到線就好 哇 有點衝過頭了 哇 這邊回旋的感覺太棒了吧 哇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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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些人 有些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哦哦 哦哦 累了累了 我来休息一下 哦 现在身体太紧 我已经没力了 我刚刚已经夾不住了 它們好像有貼有相貼 但是我感覺到還是有點夾不住的感覺 剛剛我有一些失誤 然後我在失誤的地方在開油 它後輪就給我撇掉 我那時候我差一點覺得我是不是要滑掉 要噴掉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剛剛開始很暖身 然後有想要跟到其他人 所以稍微push一下 但是我很清楚我現在的體能狀況 然後還有身體的僵硬度 我根本沒辦法控制在一車 我只有在第二圈的時候 比較像是我平常騎車的感覺 剩下的幾圈 基本上我的屁股都沒辦法好好固定在位置上 所以車真的很棒 因為我覺得上次我試V2的時候 V2的自由度非常高 但這次V4它則是加上了穩定度 穩定度穩定到什麼程度呢 我跟你講我拉到斷油 我都無感 我車子即使我拉到斷油 我都覺得沒有什麼感覺 然後它氣非常長 它的轉速做到15000轉 確實有它的必要性 因為它在整體引擎的包容性 容錯度變得非常高 而且你換檔頻率也降低 它的氣變得非常長 你可以一直保持在比較高轉 最前的馬力區間去騎乘踏 自動很利 但是它的利油是很神奇的 因為以我的車來說 我中砂 我就可以感受到 車所有重心往車頭擠及了 之後車輛的荒動非常明顯 但是今天的V4 並不會讓我覺得有這樣的感覺 即使我剛才在那個16號過完之後 上坡彎 等一下我們會經過 上坡彎那邊我中砂 然後再加上坡的這個 的激勵 的慣性的慣性 前鋪的重量擠到車頭 我都可以感受到前叉 支撐是非常穩定 然後雖然它的車整體的重量 是比起V2 感覺比較重的感覺 但是在那邊你要擊倒它 其實也不太會是太大的問題 每一段驅亂的加速 車子都非常順暢 順到你好像 你感受不到這輛車 車子就一直往前噴 一直往前噴 然後速度看表 你才知道 我速度都已經衝出來了 V2它是靈活的抓住你 然後它抓的比例 可能沒有抓得那麼緊 但是V4 它就是很嚴謹的 它就把你整個都抓牢牢 然後抓牢牢之外呢 你不管加減速 引擎的回饋 渣車的回饋 換檔的回饋 所有東西都是被它 完整的順暢的包容注意 修的個性 整體的操駕感受 就是這麼直覺 就是這麼的滑順 一點都不突兀 等一下我們就休息一下 然後期待下一節 希望我還有體力推行 你知道我每次騎完車 我回去我就想要送我自己的車 今天騎到這麼頂的 我必須講 真的是 這個只能怪自己荷包不夠省 意大利人真的是有他們的一套 因為你想想看 一台車做得漂亮就算了 它還可以做到這麼好騎 不管是騎乘幾何 也或者是這個 所有的操控 都可以把你 牢牢的刷住的舒服感 我很難形容那個舒服感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 我也不知道我這一節跑幾秒 但是我直接跟你們講 我大概第二圈 第三圈之後 我就沒有體力了 我幾乎 如果有水腳罩 我的身體可能很醜 因為我屁股可能固定不住車子 休息一下 因為通常第一節 身體都會很僵硬 累得很快 我們等一下 下午再來試試看 然後我們還會再試Street Fighter 如果你有興趣 我把Street Fighter連結也放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 Kommas Ruti的Moto 2也來了 帥 帥 最後一節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我第一節沒有跟大家分享到的事情 其實我現在已經很美麗了 上禮拜 超的太久 上禮拜都在拍片 好 這台車它有幾個優點 過去我在Moto GP講錯的時候 就曾經有提到V4引擎的優勢 曲軸掉的長度 在直式引擎的時候是很長的 但是在V4引擎的時候會被縮短 縮掉之後呢 它引擎裡面的慣性會減少 所以同時Ducati 它也做了一個反向曲軸 它特別利用反向曲軸 來抵消掉輪胎的慣性 陀螺效應在前後輪都有產生 但是在引擎的部分 它用反轉 來讓車輛整體的陀螺效應 慣性降到最低 導致像我們剛剛第一節騎的感覺一樣 它在迴旋的時候的靈活度真的非常好 這個迴旋的感覺 其實是在直式引擎上面 完全找不到的 在暴旋的地方 發動的層情 在為止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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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